大家好,大家午安,吃過飯了嗎? 我是香港官僚會麻鷹組的Peter, 應該大家有部份都見過, 今天就很高興,其實也很緊張, 今天就跟大家講一下我日常觀察麻鷹的知識, 分享一下我看過的麻鷹巢的相片和研究成果, 現在開始了,首先講一下我們香港麻鷹研究組的資料, 研究組由2002年成立,直到去年10月左右有10名研究組組員, 我們的工作定期每月在香港三個地方數麻鷹, 哪三個地方呢?就是馬紀仙峽、岸旋洲和西貢碼頭, 還有每年三、四月就會做一個麻鷹的繁殖調查, 最主要就是在岸旋洲、南朗山和香港仔水塘做的, 這三個地方為何會選擇這些地方做呢?就是麻鷹他們繁殖的地方, 台灣很接近晚淒地,所以在那附近做就會比較多巢發現到的, 去到第五項,到訪台灣做的交流,台灣其實過麻鷹的數量是很差的狀況, 為何會差呢?就是稍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另外這張照片就是去年我去台灣 就跟那邊的晚琴研究會,就分享一下我在香港做的麻鷹研究的成果, 就在台灣分享的,那時候都非常緊張,多人過這裡很多, 那時候是第一次對著200多人是說國語的, 嘴巴都很緊張,就不再說了,然後對著簡報,想躲起來, 大家如果想有興趣加入,聽完這個講座,想加入麻鷹組, 想幫忙做麻鷹調查,你們可以用這個電郵去找我們的工業會同事, 就去找我們的召集人,就報名說,我想參加麻鷹,想麻鷹的, 就歡迎大家,其實呢,這麼久以來,你看到人數由2002年開始成立, 到十幾年都只有十個,就知道是很困難的, 好,那怎樣分辨麻鷹呢?大家有沒有看過麻鷹? 有看過麻鷹怎樣分辨? 我的名字,大麻小鷹是我的朋友來的, 香港的麻鷹就非常常見,差不多在維多利亞港, 香港,你跌高的頭,都是麻鷹來的,至於一個百分比, 那可能是大祖阿,普空康,鳳頭鷹, 那麽瑪鷹呢,就非常常見,那麽她飛的時候就很像那些風箏, 歪了一扇,那麽會飄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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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飛行模式是很飄下飄到的, 如果有些風吹動它的時候,它擺放的程度是很微的, 但是如果麻鷹被風吹一吹, 麻鷹正在走Wood Walk,正在退後飛, 麻鷹的身體大約是一公斤左右,很輕, 所以被風吹一吹,已經是好像風吹了線, 就飛了不知去哪裡,就掉了。 另外,味譽就像魚尾,六隻手指伸出來, 手指是甚麼呢?就是這些,我們叫初卡飛羽, 初卡飛羽就看它的羽毛,有外黑和內黑, 外黑就是羽毛搭著羽毛, 它伸長的部分就是所謂的手指, 我們所謂的手指,還有明顯的碗斑, 碗斑就是它翼底、手掌的斑紋, 那斑紋是甚麼來的呢?就是魚毛, 這個位置有些白色的斑紋在這裡。 另外,麻鷹的解釋,其實大家聽得到麻鷹, 其實麻鷹為甚麼呢?麻鷹不是它的名字來的,真正, 就是它麻的意思是說幼鳥, 它是羽毛胸口的斑紋,好像芝麻粒, 這樣就是大家麻鷹的統稱, 所以你看到鳳凰鷹飛過也是叫麻鷹, 鳳凰鷹飛過也是叫麻鷹, 烏鷹飛過可能也是叫麻鷹, 甚至烏鷹飛過是麻鷹, 但為甚麼這隻麻鷹拍攝拍得那麼密? 這三張照片就是很典型的麻鷹, 剛才提及過麻鷹有幾個特徵, 第一是魚尾,這條是叉尾的, 每一隻麻鷹叉尾的深入程度是不同的, 分不分到公那一刻呢?很難分, 差不多,公也是那麼差,奶也是那麼差, 可能公也是那麼平的,奶也是那麼平的, 然後呢,這個就是麻鷹的正面, 它很特別的,耳朵這個位置, 耳朵來的這個部分,深色的, 所以我們叫黑耳鷹的這隻, 另外數手指, 手指是甚麼來的呢?就是說1、2、3、5、4、5、6, 次序是這樣分的, 1、2、3、5、4、5、6, 所以我們叫六條手指的意思, 去到這個位置有落差就不算了, 這條第七條, 有些麻鷹可以看手指來分分哪一種, 例如鳳頭鷹, 或者松竹鷹, 鳳頭鷹就有六條, 松竹鷹就有五條, 我們可以這樣分的, 另外就是白斑, 白斑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我剛才用的那條羽毛, 就是在這個位置, 那些白斑, 是的, 剛才說過, 有些雀鳥, 它飛行模式和雀鳥很相似的, 第一就是大竹鷹, 這隻, 烏鷹, 嘴比較厚的, 如果嘴小一點點, 顏色淺色很多, 那些叫加鷹來的, 湿地公園, 外面有些烏鷹飛, 那些特別很多, 在全世界差不多是極危, 那隻叫白頸鷹, 那條頸白色, 第二種就是鳳頭鷹, 鳳頭鷹就是這隻, 這隻, 第三種就是鳳鷹, 那這三種, 如果飛起來, 有差不多高度, 那可能會和麻鷹有些混淆, 那麻鷹就是剛才說的那些, 其實看一條尾都知道, 其他那些雀鳥飛行, 那條尾是滑尾的, 那麻鷹是很特別, 是方美的, 甚至差美的, 那好了, 有禮物時間, 到上給大家的, 問題就是, 麻鷹會不會捉雞仔呢? 先收起來, 1, 2, 2個半, 2個半而已, 3, 給個小朋友, 誰? 哪個小朋友? 是, 國中下面的小朋友, 最後一排, 不要找雞仔射你, 好啊, 算了, 給你了, 其實呢, 香港來說, 其實是沒有的, 為什麼小朋友答有呢? 在外國, 真的有這個情況出現, 他試過捉過什麼雞呢? 黑水雞BB, 是, 是, 見過在外國, 應該是法國的地方, 試過捉過一隻黑水雞BB, 拍了照片, 香港麻鷹會不會捉雞仔呢? 有幾種很相似的, 綜合結果, 月份來說, 應該是這隻或這隻, 是會捉雞仔的, 麻鷹呢, 因為她的行為, 她不是那麼喜歡捉活著的, 她喜歡捉一些, 站在那裡, 不動的, 飛過來, 沒有反應, 咬你這樣, 如果是跑來跑去, 怎樣捉, 游了也捉不到, 那些就靠鳳頭鷹和捧狂搞定它, 捧狂就在大陸經常有新聞, 大陸很多雞腸, 經常久不久有一隻麻鷹捉雞仔, 結果那張照片出來, 咦?麻鷹? 哪個麻鷹? 看過, 拍拍片先, 我看張照片就是捧狂, 捧狂, 會捉小動物, 或者雀鳥, 那麻鷹會捉呢? 其實麻鷹捉雞仔, 香港不會的, 那麻鷹試過捉什麼呢? 待會看看, 捉老鼠, 老鼠都有, 好, 講回麻鷹的正式名字, 其實麻鷹是什麼來的呢? 麻鷹其實正確的名字, 叫做黑鸢, 黑鸢在世界上, 最近差不多是舊大陸, 才有分佈, 美國有沒有呢? 美國那隻是, 紅美狂來的, 就沒有麻鷹的, 美國只有紅美狂, 即是在紐約市, 那麻鷹就在歐洲, 非洲沒有, 非洲那隻已經分了二種, 已經分了第二種, 那在歐洲, 印度, 澳洲, 香港, 日本, 台灣那些, 就分了這五個亞種出來, 那個名字呢? 拉丁名字來的, 其實我照讀下去, 就叫做Muers Migrants, 英文名字叫做Black Kite, 這個名字叫做黑鸢, 有沒有人會讀這個, 讀過妖字的? 有沒有人會讀過妖字的? 為什麼不是讀黑妖, 要讀黑鸢? 好, 待會說, 黑鸢這五個亞種之中, 香港是用這個Linus, 叫做黑鸢, 黑鸢的意思就是剛才說, 他的耳朵這個部分, 耳朵顏色是比較深色的, 另外, 我們附近台灣的話, 他又分了另一個亞種, 那個亞種就叫做Phomoscience, 這個亞種, 我去過台灣看過, 其實跟黑鸢好像沒有分別, 都是麻鸚, 都是這樣的顏色, 但是台灣那些顏色, 乳毛這些啡色位是比較深色的, 至於這三個亞種, 這個亞種分佈在歐洲, 所以這個就是歐洲麻鸚, 下一個就是印度, 分佈在印度, 這個分佈在澳洲, 麻鸚是屬於準形目, 英科的冤屬, 這個英科入面有八種, 有惡、準、英、丁、咒、搖、狂、冤, 有這八種, 香港整個曼琴系統有二十八種曼琴, 麻鸚是佔了一種的, 好, 講回這個, 為何黑鸢的發音不是黑妖呢? 其實來源就是中國的風箏, 中國的風箏是獨指搖的, 搖, 如果紫搖引入來香港, 那時候香港是英國殖民時期, 他們讀茄子, 如果你在字典裡茄子是用這個字, 如果查字典, 你會查到這個字, 這個茄子應該是叫姚, 紫搖, 他們就把這個茄子變成這個字, 所以大家就把這個茄子和茄子混亂, 我們聽聽整個的發音是怎樣讀, 聽到了, 接下來, 講回麻鸚的食物, 麻鸚的食物暫時見到有幾種, 第一,魚, 最常見的, 魚魚, 人類的廚魚, 張君老都園區, 他們是吃廚魚的, 另外小型兩棲類動物, 例如青蛙, 很慘的青蛙, 不知道有沒有毒, 青蛙那些我不熟, 不知道有沒有毒, 好像皮膚有毒, 小型的保育類動物, 就是剛才有觀眾說的, 老鼠, 死老鼠, 都試過捉的, 試過說, 張君老游泳池, 就有隻麻鷹捉隻老鼠, 在上面飛, 不小心滑了手, 老鼠掉到泳池, 搞到要封管的, 都試過, 最後了, 鳥類, 鳥類這個差不多, 是否叫發現新大陸呢? 因為平時, 大家說本道, 他們是吃腐肉的, 吃腐肉, 吃死魚的, 為什麼會捉鳥呢? 這裡證明了, 試過有鳥類, 就拍過麻鷹捉犯罪惑, 又試過捉燕歐, 燕歐捉到, 燕歐飛得很快, 都捉到, 其實麻鷹選擇的食物是很雜的, 不知不覺, 他們本性是比較懶的, 他們剛才說, 捉雞仔, 雞仔四圍走, 他們不需要捉, 太快了, 雞仔, 走去捉死魚, 食物來源充足, 那鳥類為何會捉呢? 我唯一的解釋就是, 那時候是繁殖旗的, 繁殖旗剛剛寶寶出生了, 附近有沒有魚的內臟, 沒有腐肉呢? 可能, 那個本性會轉變了, 會嘗試捉鳥仔, 他又捉到, 這兩種鳥仔是其中一種, 還有試過是黑未成核, 都捉過的, 麻鷹分不分公那呢? 其實我看了這麼多年, 由2008年看到現在, 都還未有一個很肯定的分公那方法, 唯獨是在繁殖旗交配的時候, 可以分到, 男上女下, 他騎完一隻鳥仔之後, 他飛走, 我就認得出那隻鳥仔, 接著那隻鳥仔, 沒有了, 他們站在一起的話, 這是很明顯的例子, 同一橋樹枝, 他們站在一起, 晚琴是黏鳥大過紅鳥, 是有這個定力的, 鳥仔大過一隻鳥仔, 他們站在一起, 這隻肥一點, 這隻就是鳥仔, 那隻就弓, 這隻那麼瘦, 你看看重量和看長, 這個說法可能是對的, 黏鳥要重800克克, 很輕的, 一支鏡頭都沒有, 看長就59克, 幾長呢? 兩呎左右, 黏鳥就重一點, 重多200克克, 看長又高了一點, 下面這兩隻是弓哪隻鳥仔呢? 有沒有人猜中? 右邊, 是的, 是不是很明顯? 豐滿很多的羽毛, 好像肥一點的, 當然肥一點, 草脂肪來生蛋, 好, 轉回我們數賣英, 賣英調查, 我們看看, 我們從05年才有數據, 到15年, 這10年間的數據, 你看到數量, 其實這幾年, 好像變化不是很多, 11年呢? 咦?高了一點, 為什麼高了那麼多呢? 其實我們解釋不到, 我們從10年開始, 我們是加入了西貢碼頭的, 因為那時候, 剛剛研究組開了不久, 我們數兩個場, 一個是馬記仙客, 一個是昂泉舟, 為什麼西貢碼頭會數呢? 就因為那時候, 我進來埋影組之前, 是拍著小孩, 拍著小孩多的, 就四處拍, 拍一下, 見到西貢碼頭很多師兄去拍, 跟著去拍, 跟著看到, 對面島上, 很多埋影聚集, 入了埋影組之後, 我就問組員, 喂, 馬記仙客昂泉舟, 都數到什麼, 都差不多數量, 會不會嘗試數一下西貢碼頭呢? 當時埋影組, 咦?又夠人, 就數了, 數數又多了那麼多, 但是數到一年高了之後, 就逐年跌, 跌到今年, 其實都是在跌的, 為什麼在跌呢? 可能天氣問題, 今年的天氣比較暖, 那些麻英可能還在上面下不回來, 滯留在上面, 天氣比較暖, 到這幾個月才涼一涼, 但涼一涼, 在一月再涼, 三月再涼, 那時候, 麻英要不上去繁殖, 所以他們不下來香港, 就直接在上海, 沙頭那邊掉頭走了, 那為什麼香港的麻英那麼多呢? 其實我們說的是珠江三國洲附近, 你知道大陸的水質沽染多厲害, 麻英可能也知道, 知道他們就不在三個州附近活動, 珠江三國洲附近大家都知道, 那邊是沒有樹林的, 他們晚上都要回樹林睡覺, 但他們那邊全部是樓來的, 不是樓製沙, 不是沙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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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珠江三國洲附近, 他們就不回來晚期, 他們就全部滯留在香港境內, 就是剛剛那幾個地方, 馬紀仙峽就是這個位置, 馬紀仙峽有個好處, 下面這個是漁市場, 他們早上睡醒之後, 就沿著這裏下來玩, 所以早上這裏很多, 接著去到中午, 不知道是不是出去玩, 飛回去水塘睡覺, 他們有五歲時間, 正如黑年疲勞, 大家看黑年疲勞, 都是睡覺了, 是到黃昏接近晚上才活動, 他們找完食後, 就由這條路線飛上去, 第二個就是昂船洲, 昂船洲是一個特別地區, 大家都知道是軍營, 正常人來說是不能進去的, 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要做繁殖調查的, 三、四月, 接下來四月尾, 我們要進去的了, 我們進去做, 就是進去數一下, 這裏有沒有賣影巢, 郭韻這幾年是非常失望的, 他們的樹長長得很密, 陽堤甲藤類, 攀滿了整棵樹, 他們翻查都翻不了, 不要說晚上睡覺, 我們數了, 當然是進不去數, 怎樣數呢? 就由大國咀那邊看過來, 大國咀那邊, 數量大約二百多隻, 數量大約二百多隻, 馬幾仙也有四百多隻, 不要小看這四百多隻, 台灣是沒有那麼多的, 全個台灣, 全個台灣最近數都是四百二十幾隻, 但香港只有一個馬幾仙多於台灣, 接著是西貢碼頭, 西貢碼頭, 這個位置有沒有去過西貢碼頭? 這個位置隔進去, 有很多漁返來劏魚, 大家買魚不要內臟, 那內臟要去哪裏? 是,要回到海, 那些海裡飄一下飄一下, 那些麻影看到, 正好吃的, 那就出去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去西貢碼頭, 大約四點多鐘, 打口, 你看到那些麻影就在這個位置上飛, 有十幾二十隻這樣飛, 那麽他們呢, 吃完那些魚, 接著他們就回到這個揚州睡覺了, 所以西貢碼頭, 那個數字, 是差不多年年都飄高的, 由初初百幾隻, 到現在最近都有五百幾隻, 升得很厲害, 這個就是西貢碼頭, 看出揚州的情況, 這些麻影全部都飛了, 對, 看看多少錢, 好, 到精彩的時間了, 就是講繁殖調查, 繁殖調查呢, 我在家附近, 這十二隻麻鷹全部有名, 差不多一隻麻鷹都有不同的特徵在這裡, 例如我最常看的那隻, 大麻小鷹, 剛才你們見到的相片, 差不多這兩個主角來的, 大麻就看了成, 都有七年了, 小鷹再久一點, 九年, 這四隻有些三國關係, 這些關係直接亂到怎樣說呢, 首先呢, 白頭仔, 白頭仔的名字, 其實那個頭其實都幾百下, 還有飛的時候, 橋頸時都伸長, 白頭仔初時是跟大嬌一齊的, 都一起了成四五年左右, 接著去到今年, 那個劇情有變快, 其實去年都有了, 就是白頭仔的性格, 我感覺上, 他比較懶, 他不太想交配, 大嬌呢, 他經常在那個傾盒裡叫, 所以他的名字叫大嬌, 他經常在傾盒裡叫叫, 叫來做甚麼呢, 就叫白頭仔回來, 喂,交配了, 繁殖了,喂, 白頭仔就不肯飛回來,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搞法呢, 那今年, 大嬌火滾了, 就找了麥仔, 做他的伴侶了, 大嬌跟了他, 飛走了之後呢, 白頭仔很孤零零, 然後就突然之間, 有一隻芝麻, 是上個月尾的, 就突然間在他的活動範圍出現, 然後初時白頭仔是不騷擾他的, 白頭仔擔著一條魚, 上了樹, 接著芝麻又跟著他上樹, 接著芝麻還沒下樹, 白頭仔又飛走了, 職情, 這條魚是我的, 你不要搶, 到了昨天, 有個突破性發展, 白頭仔亨比於他, 還加倍, 但不知道何時有彈呢, 好, 講下第二隊, 其實這三隊, 查的距離是很短的, 百多米左右, 這三個其實都經常打架, 那些工, 這是工來的, 經常都打架, 這隊比較穩定些, 觀察了兩年, 他現在在呼吸蛋, 這兩隻呼吸蛋, 好, 到這裏了, 這裏都幾麻煩的, 講講一隻工先, 這隻工叫做有刺, 有刺其實那個原意就是講, 他右邊那條魚毛歪了, 路遠距離, 都可以分到他的, 小英也是, 小英就一三年開始, 就不見了一條魚毛, 這條魚毛不見了, 他在對面生, 我都看到他, 非常明顯的, 你其他埋影六條手指, 他只有五條, 還不是你? 有一次, 初時在去年, 就跟花花在一起, 去到今年, 花花就不知走到哪裏, 就走一隻白斑回來, 就一隻白斑, 搞完, 好像搞一兩次, 就不見了, 接著到第三個, 麗君, 麗君就回來了, 結果變了, 一攻三鬧, 多開心, 好, 說回小英, 小英是由07年3月13日看的, 咦? 過了今日, 幾周年了? 九周年了, 即我看了八年零三八六十四日, 由差不多是BB開始看電影, 這隻的樣子是阿成鳥, 即大約兩歲左右, 接著去到, 這年,08年還未有巢, 去到09年, 他就給我巢看, 差不多年年就站在同一個位置, 這條巢, 旁邊就是這條巢, 接著他站在旁邊的天台, 他的位置都幾多, 有二十幾三十個位置, 他站過的, 所以都追他都幾辛苦, 你揹著那麼多器材追他的話, 說回他們繁殖的步驟, 第一就是分飛, 分飛的意思就是爪扣爪, 大家飛到某個高處的時候, 會做一個模擬攻擊對方, 因為模擬攻擊對方, 位置對, 他兩隻爪就扣住了, 通常一般人認為他們這樣飛, 即是空中打轉交配, 其實不是的, 這樣轉發都生不到蛋的, 接著要去下一個步驟才能生蛋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吸食, 隻公給食隻隻, 這隻就是白頭仔來的, 這隻就是大嬌, 第二個程序就是竹巢, 求完分之後都要找個家, 交完負隻蛋衫去哪裏呢? 竹巢, 他們大多數是用樹枝的, 標準, 樹枝之外, 其實我們還會發現到它是用紙巾, 墊底的, 他們的茶材有些什麼呢? 記錄過15種, 樹枝是最多, 然後樹葉, 然後有紙巾, 發泡膠, 膠袋, 歐尾歐餅乾, 香煙盒, 試過最厲害, 衣架都有, 衣架來做什麼呢? 接著還有, 不要的蛋, 這個物品, 我都拋頭的, 什麼叫不要的蛋呢? 就是說它的蛋壞了, 它就把蛋放在巢邊, 那就不理它了, 就變成巢製的一種, 可以做巢製, 可以做食物的, 那些紙巾有什麼用呢? 其實是給那隻舌頭, 生完蛋之後, 它坐得舒服一點, 還有有保溫作用, 但是這樣, 每年都換的, 那些紙巾, 因為你濕了水, 都知道的, 很不舒服的, 差不多下雨後, 又單些新的回來, 舊的就丟了, 另外, 紙巾不耐用, 這樣做一種的, 大家猜猜是什麼, 紙料片, 講不講好呢? 毛巾有, 女性用品都有, 如果巢在工地附近, 勞工手套也很多, 試過見過一個例子就是, 很會選勞工手套, 紅邊是會丟的, 它要綠邊的, 綠邊厚一點, 紅邊那麼多, 一坐下去就凹了, 它就選六邊, 我想說, 還有黃邊的, 要不要嗎? 防滑的, 3M的要不要嗎? 好, 接著下一個程序就是交配, 那交配呢? 麻鷹交配呢? 待會看片, 不說了, 它上面那隻弓, 下面那隻弓, 咦?大家有個問題, 那些鷹的閘很利, 如果它站上, 這樣貼掉, 背部就抓傷, 那麻鷹的技術很厲害, 它是將雙腳收起來, 它是找雙腳坐在那裡, 其實這個動作是它站在那裡, 為何叫站在那裡呢? 因為這個位置是濕頭來的, 大家知不知, 這個位置是腳本底來的, 它的腳趾在那裡, 這個位置也是腳本底來的, 它也是叫站在那裡的, 那有一段片的, 等一會兒, 要錄一錄, 讓大家看看AV, 不是色情那些, 我們叫Animal Video, 看看時間幾多秒, 10秒而已, 便完成了一個交配程序, 讓大家看看慢鏡, 太詭異了, 聲音太詭異了, 收起的腳趾, 腳趾是收起的, 因為它的位置實在太入了, 它要撞開貼尿尾才能接觸到, 這個位置可以接觸, 接觸完之後, 這個資料會將工業一下, 工業就醜了, 好, 繼續回了, 咦? 喂, 你去了哪兒啊? 等一會兒, 其實有些少許問題, 好, 說回楚朝, 稍後, 有些少許口乾, 有些少許, 好, 那楚朝, 它們怎樣膚蛋呢? 其實貼尿和紅尿, 它們這個位置, 是有個裸露皮膚的, 那個位置我們叫做普魂斑, 普魂斑, 貼尿的普魂斑就比較大些, 工的普魂斑就比較小些, 這個也不是分辨到工那其中一種, 因為這個普魂斑是非常難看, 是等它排便那一刻, 你才看到的, 工和那都會膚蛋, 多數是工膚先的, 不是, 多數是那, 那膚蛋的時間是長些的, 這個呢, 都是那膚蛋, 大家看不看到, 它有些廢棄了的東西在這裡, 這裡, 這隻就是它廢棄了的鷹蛋, 廢棄了的, 它不知道是覺得食物來源不夠, 還是覺得那隻蛋已經是壞的, 那它將那隻蛋推到一邊就算了, 去到B出生了, 那隻蛋就不見了, 那是不是吃了呢, 這個就不知道的, 這個黏了楚巢的樣子, 那個巢有多大呢, 就是這麼大的, 黏了兩尺, 那個巢大約1米1米1米左右, 那如果是說在我們逛逛街, 看到一個巢, 那怎知隻鳥是不是在敷彈呢, 就是看下巢, 因為它條尾經常都隔了出巢, 那我們看,咦, 有條尾隔了出來, 應該在敷彈了, 就是這樣看了, 那如果角度好的話, 那隻情坐在那裡, 那就最好了, 最壞就是有些巢, 隱隱蔽蔽, 因為麻鷹它用的樹, 就有編, 有喜好的, 第一就是細葉茸, 細葉茸, 大家知道細葉茸是怎樣的, 全年都是這麼茂盛的, 它太過茂盛, 它飛進去, 我們看不到, 那我們就站在那裡, 好不幸, 這對, 都是搬到細葉茸那裡, 這棵其實是攬人樹來的, 攬人樹呢, 它在春天的時候, 非常好, 樂業的會, 樂業的話, 就像這樣了, 非常開揚, 這個巢還要在I-level, 水平, 就很清楚看到巢裡面發生什麼事, 這個巢去到一、二年左右, 然後呢, 因為那時候有個十號風球, 不知道是不是十號, 吹到那個巢, 這個巢都算厲害了, 沒有風吹正, 第二巢都吹到尾了, 他們覺得這個巢太危險了, 他們就搬到第二處, 第二處又找回他們, 然後就繼續觀察下去, 原本的巢是這樣的, 然後到今年, 其實過了三年而已, 那個巢都不結了, 它日久失收, 樹枝不停下跌, 跌到差不多了, 連巢都沒有, 還有這棵樹都開始生得很密, 它們都進不回去, 剛才說到, 公和那都吹蛋, 這就證明到了, 上面這個超廟, 下面這個公, 它是輪流吹的, 不過呢, 這對大麻小英就有性格, 敢吹蛋的, 怎樣有性格呢, 大麻它不喜歡小英進來吹蛋的, 其他那些那, 它們會給時間, 給隻公去吹蛋, 但是大麻呢, 它如果是在吹時間, 即是公, 在吹蛋, 吹完它想飛出去休息, 休息那段時間, 隻公飛入巢去吹, 就是它坐下那一刻, 大麻就飛入巢, 找個嘴, 刮一隻公, 走走走走, 這樣就逼它出巢了, 它就不是那麼喜歡, 隻公回來吹蛋的, 這個比較特別的位置, 那它們飛的時候, 怎知道那隻馬英是否在吹蛋呢, 我們就是看這個位置, 這個幅度位置, 剛才看過普論班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找這個位置來吹蛋, 它飛出來那一刻休息, 在頭頂上飛過, 怎知道它是否在吹蛋呢, 就是看羽毛是否亂, 通常比較亂, 這樣亂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 羽毛濕了, 第二, 就是它吹過蛋來, 這樣濕了的話, 就不止這個位置, 差不多全部羽毛都是一坨坨的, 如果是呼吹蛋呢, 旁邊的羽毛很漂亮, 但這個位置很亂, 這個我就覺得是呼吹蛋了, 去到出生了, 出生因為, 那些茶的位置問題, 我們又看不到, 早過七天之前, 因為它們剛出生的時候, 是一塊白色的那些, 好像倉鼠BB, 一塊肉而已, 沒有毛毛的, 因為沒有毛的關係, 所以它們需要親尿保暖, 好, 我們看回第七天是怎樣的樣子, 第七天, 嬰兒就是這樣了, 它那時候已經有黑耳鸭的特性, 就是它的耳朵已經很黑了, 到了第九天, 那些毛又開始繼續生, 你見到有兩隻, 麻鷹會生一至三隻蛋, 在香港來說, 書寫有第四隻, 但香港暫時未見到有, 好,大家見不見到這裡幾隻BB? 好似多一隻, 這裏有一隻, 看見到嗎? 這隻是勞工手套來的, 大家見到勞工手套, 手這麼大而已, 寶寶有多大呢? 這隻手套很清楚答到給你聽, 小一個手掌, 到了第二十天, 過了, 就變了這麼大隻了, 到了二十天, 他的絨毛差不多都生齊了, 到這個時間都要媽媽在他旁邊保暖, 晚上都睡在他旁邊, 到第二十三天, 都是近八正的, 到三十天已經關期了, 到第三十天的轉變就是, 他的飛羽, 即是一隻小鳥, 他有兩層羽毛, 第一層就是蛹毛, 第二層就是飛羽, 即是拿來飛, 那些蛹毛就是拿來保暖, 因為第三十天之後開始, 他的飛羽就開始生了, 他生完飛羽之後, 媽媽就不在巢裡了, 媽媽就會在附近的晚妻地睡覺, 因為嬰兒懂得自己保暖, 他們就不需要父母在巢裡了, 還有, 嬰兒這麼大隻, 你的巢都沒有位, 他就要逼媽媽回上晚妻地睡覺, 是有的, 剛才有一個句子就是, 大哥和弟弟會不會施殺的呢, 你看到一些大雕, 看一些紀錄片, 會刮到血淋淋的, 但是麻嬰呢, 很過癮的, 他們是互相保護的, 不會打架, 除了媽媽拿食物回來的時候, 他們就不斷刮到封頭之外, 其實都沒有什麼施殺行為, 媽媽都有次序位, 是的, 餵完這隻餵那隻, 都不是多說, 多震撿, 這個都有片看的, 去到第四十, 即是去到第四十三至五十日之間, 因為那些癢的軟毛都開始生了, 那時候他們就需要練拍翼, 要鍛鍊肌肉, 都在巢裏面進行的, 好,十三分, 很暴力的這段其實, 很慘啊, 不斷被人打頭, 其實, 今天你拍我而已, 我今天就拍你咯, 沒辦法, 那個巢太小了, 他們要在一個有限的空間裡, 去練習這個飛行動作, 沒辦法了, 好, 去到這裏, 去到第五十八日, 差不多都成形了, 大家有沒有一個概念就是, 那些小鳥小孩出巢之後, 會不會很小隻的, 會不會小過父母? 會不會有這個概念? 其實, 其實晚禽是不會的, 晚禽甚至嬰兒會比父母大, 因為他們晚禽有個遺傳, 有個特性就是他要大過父母, 為何要大過父母呢? 因為遠毛, 因為比他練習飛行時有多緩衝, 飛行能力比父母還要更好, 如果他控制到的話, 最怕他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什麼問題出現, 可能會撞傷, 輕則遠毛撞到爛了, 重則撞到骨折, 所以香港家隊農場說在 奶英離巢時收得最多BB, 第六十三日, 六十三日差不多齊了, 可以飛的了, 拍完後他們就會在巢附近跳來跳去, 找到這隻麻鷹嗎? 那個巢附近在這裏, 這隻麻鷹在那裏找到, 這裏見到嗎? 他們又上了樹, 上了樹後他們會站到樹頂, 然後打到翅翅便會飛, 就這樣飛的了, 就是這樣了, 那嬰兒要不要媽媽教的呢? 其實嬰兒是不需要媽媽教的, 他們怎樣飛呢? 就是爸爸媽媽會逼他飛, 他們站在樹頂之後, 他爸爸媽媽會飛下來, 模擬攻擊嬰兒, 那嬰兒一濕平衡便不斷拍役, 就令他飛, 他們飛呢, 降落時一般的雀鳥, 雀鳥是這樣的, 它這樣下來之後繞上去這樣停, 這個動作是拿來減速的, 一隻飛得很有經驗的雀鳥, 但是嬰兒的降落方法是這樣的, 完全沒有減速直接撲到樹上, 所以那嬰兒嬰兒一出巢, 差不多每隻隻都是尾巴爛了, 如果有些飛得好的話, 當中尾巴不會爛, 例如這隻, 接著去到六十, 八天左右就開始尾巢了, 這隻嬰兒也很美的了, 算漂亮的了, 很標準的嬰兒照片來的, 成要就是沒有這些八點, 這些八點就是嬰兒的特徵來的, 他離巢之後, 他離巢一段時間都要父母拍住他, 這個是他媽媽, 嬰兒飛下來之後, 媽媽就會先將食物給他, 這個場面很溫馨, 去到一段時間之後, 我怎樣為之記錄他叫離巢呢, 離巢的第二就是, 嬰兒會跟他父母飛去晚妻, 我才當他離巢, 即是晚上不在巢裡睡覺, 我就當他離巢, 怎樣分為麻嬰兒嬰兒呢, 麻嬰兒嬰兒因為牠的毛是全身的, 牠不需要換毛, 但牠的父母, 就逢是麻嬰兒嬰兒一年之後開始就要換毛了, 那些毛呢, 有時看到那些毛有少少崩也要換的, 不論是甚麼都要換, 那雀鳥換毛呢, 麻嬰因為沒有繁殖雨這個問題, 牠一年換一次而已, 但如果是外面看那些水鳥, 牠有繁殖雨,非繁殖雨, 那些是一年換兩次的, 因為牠換毛的關係, 所以嬰兒看起來很漂亮, 但成了全部是很爛的, 那些毛開始, 開始爛,爛毛爛翼的, 所以夏天由四月至十月左右看, 你看到那些麻嬰兒全部爛翼的, 因為牠換毛階段, 但嬰兒就很漂亮, 不需要換毛的, 那就可以分成了, 我們看回整個過程, 整個過程由十月差不多開始搬求, 到一月就修補舊潮, 或者祝國新潮, 就到二月中交配, 三、二月尾就開始坐潮, 坐一個月左右, 嬰兒就會出生, 大約五十八圈左右, 嬰兒就可以識飛了, 整個繁殖過程只有八十幾天, 很短的, 麻嬰也有上一大, 時間八十幾天都很快, 如果是再大型的晚琴, 例如百福海雕, 時間還要再長一點, 大約四個月左右, 因為牠體型比較大, 新陳代謝比較慢, 所以牠要長一點, 好, 去到麻嬰她面對過問題, 等一等, 算了, 記得的, 好, 講過牠們面對的威脅, 其實食物安全, 香港都算好, 香港牠們吃死魚, 廚魚, 但如果是台灣的話, 遮住了, 這裡會有些死的雀鳥, 為什麼那些雀鳥會死呢? 因為那些雀鳥, 叫火班溝和麻雀, 台灣牠們的農地比較多, 那牠們的農作物, 那些農友, 牠們會施放一些農藥, 農藥例如有家寶芙, 例如有老鼠藥, 那些雀鳥吃了有毒的種子之後, 就死了, 就大約0.1個ppm左右, 就有問題的, 那些雀鳥, 因為那些雀鳥死了之後, 那麻嬰牠是撿死雞的, 撿死的雀鳥, 那牠吃完死的雀鳥之後, 就成為了二次中毒, 那吃完之後都死了, 那所以台灣呢, 那麽多年來, 都過不了400隻, 就是這樣的原因, 那牠以前很多, 跟香港差不多的, 那些數量, 但是這20年內, 牠們的麻嬰數量跌得很厲害, 那去到近這一兩年, 有屏東科大研究生, 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之後, 牠們開始做了補救, 有些甚麼補救呢, 就說出一些友善的農作物, 就是叫農友不要下農藥了, 用一些其他方法, 去減少一些雀鳥, 會吃你的種子, 就是這樣, 那牠們另外也出了一個叫老英上飛的電影, 是宣揚這個麻嬰保育的訊息, 那看看有沒有機會呢, 大家看看台灣有沒有叫老英上飛的DVD, 因為那套電影是上年播完的了, 已經, 那氣候變化了, 氣候變化的問題都頗嚴重的, 因為麻嬰她不會看日曆, 告訴她什麼時候繁殖的, 他們是感受天氣的, 那如果天氣呢, 即是冬天的時候突然間很暖很潮濕, 那牠們就覺得春天, 一春天開始繁殖了, 咦,問題來, 牠們覺得春天而已, 那天是聖誕節來的, 那天是聖誕節來的, 那牠試過有一對聖誕節交配, 我站在那裡, 咦, 這麼快? 即是說氣溫影響了牠的繁殖, 另外一個環境變化, 香港地小人大家都知道, 其餘那些晚棲地, 馬記仙峽、 昂泉州、西貢馬頭對出揚州, 有機會會面臨被發展, 尤其是馬記仙峽, 馬記仙峽因為牠附近的豪宅區, 那些有錢人說想發展一塊地的話, 我們都要反對, 因為牠發展的地方位置是近著麻櫻, 麻櫻晚棲地, 如果牠發展成功了的話, 其他發展商就會仿效牠, 那附近就變成房子了, 我們都要密切留意這個情況, 另外剛才說的揚州, 揚州幸好有其他環保權體, 那時候說由西貢馬頭搭橋橋去過揚州, 說那個島來建房子, 幸好及時煞停, 保護到揚州, 揚州現在的數量都在上升, 另外最後一樣, 就是人為影響, 現在的航拍是很發達的, 你給幾個水或幾千元有一部, 航拍機有一個安全隱憾, 就是它四個羅船長是很快速的, 還有那些麻櫻, 他當外來的飛行物體, 不僅是同類, 他當飛行物體是敵人入侵者, 他們會攻擊那件物件, 包括無人機, 試過在Facebook那裏看, 有一些婚禮的攝影師, 他拿著無人機, 在不知道哪個位置上飛, 結果有一隻麻櫻把機砌下了, 我不知道這隻麻櫻有沒有事, 因為這些無人機的羅船長全部塑膠, 它轉得這麼高速的時候, 那個羅船長會不會對他的腳有傷害呢, 這也是很擔心的問題, 所以這些影響我們都會密切關注, 如果大家發現受傷的雀鳥, 不僅是麻櫻, 受傷的雀鳥不妨打這個熱線, 這兩個熱線都可以, 就通知外戶動物協會, 魚龍自然護理署, 去處理這些受傷的雀鳥, 這些雀鳥, 如果是麻櫻來說, 醫麻櫻就不是給這兩個部門負責, 他們會直接扔給家道理, 家道理經過治療之後, 就會放出去的, 記住就是, 千萬不要把受傷的雀鳥, 拿回家裡, 因為牠們知道這隻雀鳥, 是怎樣受傷, 以及牠們要吃什麼食物去補充, 補充體力的, 這樣也差不多講到這裡了,